之前很多人期待 奇瑞要出一个中大型的轿车 跟比亚迪汉正面抗争 那么今天这辆车它就来了 就是最新的奇瑞风云A9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身后拍摄的这辆车 其实是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工程阶段 然后还没有非常完全的功能给大家展示 只是给大家提前看一下 具体这辆车上市的时间 大概会在明年的上半年的时间 这辆车从外观上看 其实是一个长度来到5米级别 轴距达到3米的这么一个中大型轿车 然后它的前脸部分的设计 其实是跟家族的一些车型 比如说风云A8 是有比较相似的设计语言的 然后侧面的一个造型比例 我觉得还是比较舒展的 因为尺寸上去了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车顶其实没有做得特别的矮 我目测了一下 它这个车高估计是1米46左右 可能还要再高一点 然后再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车内的纯向空间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这点我们后面再单独讨论 你会发现它从后风挡下往后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溜背 但是为了营造出一个 传统三箱造型的一个视觉效果 所以它在尾箱的这个部分 做了一个有一个小折线的设计 所以你会在侧面的图形当中 可以感觉到 这辆车是一个溜背 然后下来断了一下 再往下有一个延伸的感觉 做出了一个传统意义当中的 三箱轿车的这么一个造型比例 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从后向的45度看过去的话 其实形面 包括后翼机板的力量感 处理的都还是不错的 有一个比较饱满的造型 也比较符合这辆车中大型轿车的 这么一个定位 而且你看后方的这个尾灯设计 其实也是一个时下比较流行的 贯穿灯的设计 点亮之后 整体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因为横向的视觉会稍微快一点 会觉得这辆车从后方看 其实还是OK的 这辆车从尾标也能看出来 CDM奇瑞看家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 它的动力总成是一个1.5T的发动机 然后官方给到我的资料上面显示 它的发动机功率是105千瓦 好像跟现在A8L上面用的 那个115千瓦好像是差了10千瓦 但是扭矩是一样的 220厘米我不知道这个是怎样一个考虑的 Anyway 然后它的驱动电机 其实也是和A8风云T9 就是一样的150千瓦 所以它整体的一个系统功率 大概是在300马力左右 300多马力一些 然后它的系统综合最大输出的话 理论上讲是会有255千瓦的 然后扭矩甚至是500多对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综合工况最大输出 单纯这么叠加的话 不知道这样的动力区间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目前官方其实还是没有给到这辆车具体的电池数据 只不过它告诉我说这辆车CLTC的纯电续航会来到200公里 然后根据之前风云A8的一些数据的话 它是一个18.3度的电池 然后CLTC能到120公里 然后我算了一下 如果在相同能耗的条件下 这个车的电池基本上是要到28.8度电 再加上尺寸上又比风云A8长了20公分的话 可能最终我们看到的一个电池组 大概是在30度左右 小30度电还蛮大的 然后基本上就能提供200公里左右的CLT续航 然后综合的总续航里程的话 可能是在1500公里左右 实际的话我们如果有机会给大家实测一下 拿到真车那在明年 坐进风云A9的车内 其实能感受到一些比较精致的氛围 因为整个色彩的搭配也好 然后一些细节的雕琢能看出来 还是用了新的比较精致 不过感觉有些细节是比较令人熟悉的 对吧 就比如说这个门板上面音响折罩座椅调节这一块 然后车窗升降按钮这一块 然后多功能方向盘 它这个滚轮这一块 包括这个后方的换挡拨杆 还有方向灯拨杆 其实有一点令人熟悉 但我觉得氛围上讲还是不错的 然后有一点值得夸赞 就是整个方向盘 它前后调节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我195分坐进来的话 还是能比较方便的找到一个相对好的驾驶坐姿 而且我头上比上面的横梁对吧 包括侧边梁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而且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坐姿也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前排左边侧面还是比较宽敞 然后右侧的话可能就中央通道这一块 它这个储物槽充电槽的这一块 坐的稍微有点宽 坐进来的时候有点挡住膝盖 如果这一块的造型可以再往中间收位的话 我觉得这种宽敞的感觉可以更好一些 总体上讲我觉得视觉上的感受 还是有一定的精致氛围 应该是能对得起这个20万价位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内饰状态 其实是跟去年11月份在广州车展上面看见的内饰 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当时一整块的仪表台设计 然后厨房口是隐藏在中间的一条 包括中央通道 然后两个杯架 包括扶手箱的设计 然后以及门板上面音响折罩 座椅调节区域 其实都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 一会放个图给大家对比一下 反正现在的结果 我觉得用起来方方面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包括门拉手的位置 放在扶手的前方 我觉得也是还是挺好用的 因为是一个早期原型车的阶段 所以这个系统没有办法给大家完全的展示 但其实它的尺寸应该是15.6英寸 我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它用的芯片是8255 其实也是高中骄龙里面比较强劲的一块芯片 之后的话 如果能给大家完全体验 会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车机是如何操作的 反正就我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菜单区域 抵制的道克兰设计的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 而且空调出风口的下方还保留了一些常用的实体按键 不过一共9个键位除了中间的双闪之外 其他8个键位都是跟空调有关的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开发一些比如说音量的旋钮 能把这一块实体按键充分的用起来 不然的话我觉得稍微有点鸡肋 或者说定制化不够 来到这辆车后排 我觉得空间上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级别平均的一个水准 因为你们要知道现在前排座椅 它调节的位置是195公分的一个人的驾驶座子 就是我 然后我同样坐在后面的话 西部空间其实还有大概三指的距离 我估计也就是个五六公分 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虽然这辆车我猜一定是抵制电池 因为快30度了 就放在这底下 然后地板其实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整个坐垫来讲 它的仰角可能还稍微欠点 再加上整个座椅的靠背稍稍有些直 所以你坐在后面的感觉 就是大腿的支撑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靠背的话 好像腰部这里有点往前顶 然后头部因为是一个向后的溜背 然后我的头发是有点蹭到后面的边梁的 不过有点好是什么 它把前后排的屋里遮阳帘 其实是藏在了壁柱 就这边有一个环的这里 这个肯定是加强了车身的抗体刚度 然后这么收折的话 其实是比较好的 因为如果是纯玻璃没有遮阳帘 夏天确实会晒油 屋里遮阳帘 我觉得这点是要给好评 然后从按键上面来看的话 功能性大家不必担心 通风加热后排都是有的 而且可以单独控制阵阳帘 整体后排体验来讲 我觉得如果身高不是这么高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正常一点的表现 然后到有一点好 就是它整个地台就是完全出品 中央没有凸起来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非要中间坐一个人的话 那可能中间这个人会稍微好手 它后期其实也会配备高快路的NOV 就是领航辅助驾驶 然后这样的水平 再加上它的电池 如果放在明年的竞争力的话 应该也还行 但是我不知道比亚迪汉在明年 会不会推出一个完全全新的换代 这个不太清楚 然后刚刚我又仔细看了一下 这辆车其实在硬件方面 也是比较下本 前轴的话是一个前面是双叉臂悬架 然后后面是多连杆 而且透过后面的轮拱 我发现它的整个后尾板的部分 其实用的是一个一体式压柱 然后这样的技术 其实是能够比较大的提高 它整个车的抗扭高度 再加上你看它B柱还有一个环 然后C柱 感觉衣帽架的位置 就是头枕后面的那一块 衣帽架位置其实做的还挺高的 我不知道 我估计这辆车在抗扭高度方面 会达到一个比较新的高度 作为汽车型来讲 如果后面有机会 给大家再详细体验一下 它的车机 包括能驾驶之后 它的动力表现 所以单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的话 我觉得放在今天 还算是一个有竞争力的车 主要是在电池方面 因为电池比较大 所以以上就是关于这辆车的 比较初步的信息 然后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